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它您就可以解决人声或乐器的跑调问题 Wave's Tune与我们熟悉的Auto Tune和Melodin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它对于音高修正也引入了MIDI化的操作概念和手段 在音高探测的时候能够将音高和实质一起探测出来 并用一个黄色的方框一起来构建一个音符 然后我们就可以像操作MIDI音符一样来进行音高移动 当然陷于市场定位的问题 Wave's Tune并不支持音频伸缩的处理功能 也就是无法修正跑拍情况 但是它的自动音高修正手段与功能是其他软件所不能比拟的 而且在效果上也要好于其他的音高修正效果器 由于Wave's Tune的功能比较多 所以我将教程篇幅定制为上、中、下三部分 在本节课中您将学习到音高探测与音高自动修正功能 Wave's Tune的界面大致分为三部分 上方的是波形浏览窗口 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当前探测到的波形 中间面积最大的是音高边际窗口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探测到的音符进行音高移动 左侧的键盘实时显示着被探测到的音符音高以及吊试音阶 最下方是其他参数的控制面板 包括编辑工具、自动音高修正以及颤音添加等等 首先需要进行音高探测 在音高探测之前您需要对主参数进行一些设置 以便音高探测工作能够更准确 在界面左上方的位置便是主参数面板 Reference 位置可以设置标准音 通常一般现行的大小调体系的标准音为440Hz 如果您没有特殊的需要请不要修改这里 Shift 位置可以进行整体的音高移动 例如将这里设置为1200就意味着 处理得到的音频音调比原来的高8度 一般情况下这个位置也不需要设置 在Format 位置可以激活共振风的自动修正功能 也可以理解为发声器官的自动修正功能 默认情况下是被激活的 再次点击可以关闭该功能 在Ringe 位置可以选择音高探测的范围 也就是选择声音音域的类型 在这里提供了七重类型供用户选择 从上往下依次式一般模式 低音乐器 男中音 男高音 女低音 女中音和女高音 这里的选择标准需要根据您当前所处理的音频而定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音高探测的起尺时间做参数设置 因为Webstume的音高探测与分析默认为10分钟的时间长度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音轨时 特别是前面有一大节不需要进行音高修正的音频时 就需要进行音高探测的起尺时间设置 这个步骤不是必须的 因为一般我们处理的歌曲都不会超过10分钟 首先将播放指针移动到需要进行音高探测的开始位置 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这时会弹出一个选单 这个选单的各个功能我提前为您简单介绍一下 起活第一项Auto Scroll可以在播放时进行自动滚屏 Time Display选项是用来选择时间标尺显示方式的 Time为时间标尺显示方式 Bars为小节标尺显示方式 Samples为采样标尺显示方式 默认情况下为时间标尺显示方式 起活Aquire Session Start Time from Timeline 可以从播放指针所处的位置获得音高探测的起点 下面的Snap Timeline and Look to Grit 可以激活时间线操作的自动网格对齐 为Found Display选项是用来选择波形显示方式的 Edit Overview为编辑浏览方式 Track Overview为音轨浏览方式 选择Full With Form Zoom In可以将波形的纵向位置最大化 选择Reset With Form Zoom可以重设波形的缩放比例 在实际的操作中 我们将指针定位到一个时间点上 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Aquire Session Start Time from Timeline 就可以把Wave Zoom的音高探测起点设置在该时间点上 拖动右边音高探测的终点 可以设置音高探测结束的终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最有效的音高探测的时间区域 Wave Zoom的音高探测是非常人性化的 您只需要播放一次就可以完成音高探测的工作 我们来示范一下 我们来示范一下 转发 är 要新一%堆安排 我们来示范一下 我们来示范一下 中国基数 哇塞一下 他们来示范一下 就只能去连接 我们来示范一下 我记得击 400 partnership 我们来示范一下 terce老人 怎么能去 persecuted 它 dimensional 你们来示范至 mush 我知道你也跳上了 是這樣 也要你呢 在愛妻 但是我居然不知道 如果去 也敢 播放结束 在波形浏览窗口会显示探测到的波形 这里的波形与音轨中的波形是一一对音的 在编辑窗口中会显示探测到的音符 为了能够让您更好地理解本节课所讲解的自动修正功能 在此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音符 这里的每一个红色方块显示着被探测到的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音符的长度表示的是音符的实质 橙色曲线显示着该音符被探测到的原始音高 绿色曲线表示的是音高修正曲线 默认情况下WaveStream是按照半音阶的关系 进行音高自动修正的 所以这时我们播放一下就可以听到按照半音阶 进行自动修正的声音 也就是绿色曲线的声音 在播放的时候右上方显示着当前播放音频的时间位置 点击小三角按钮 在Time Display位置可以选择这里的显示单位 Time是时间 Bars是小节 Samples是采样 一般情况下应该选择小节或时间 左侧的电瓶表显示着音高修正结果 中间的0表示没有进行音高调整 复数时表示音高降低 正数时表示音高提升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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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听到现在人声的音高已经被修正了 如果您对探测到的结果不满意 或者在探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就可以点击这里的Select All 表示选中所有音符 然后点击Clear Selection 清除选中的音符 这样我们就可以再次进行音高探测 除了按照半音阶的关系来对音符进行自动修正之外 WebStream还可以按照调视音阶来对音符进行自动修正 这种修正工作主要由segmentation片段处理模块来完成 首先使用鼠标脱拽来选中需要修正的音符 如果您需要对所有音符进行自动修正 则可以点击Select All 接下来在root位置选择调视主音的音高位置 在这里按平均率系统分为12个调 Scale位置 Scale位置可以选择一个调视音阶 在这里有常用的Major大调视 Minor小调视等等 下方的Note位置可以设置音符划分的允许程度 默认为20 越高的数值可以获得越少的音符 也就是实质越长的音符 越低的数值则可以获得更多短实质的音符 右边的Ribrato是用来启动颤音探测的 这样可以忽略颤音对音高探测的影响 默认情况下是关闭的 再次点击就可以打开 上方的Opline可以应用当前的参数设置 例如我当前处理的人声是声F大调 那么首先我就要点击Select All选中所有音符 然后在Root位置选择声F 下面在Scale位置选择Major 最后点击Opline就可以按照调视音阶 来对音符进行自动修正 好,我们来试听一下修正后的人声 需要提示的是在播放的时候 如果您看见了一片红色区域 就表示这个区域是忽略调的颤音 看月亮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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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试试看月亮爬上来 你也在试别谁在为谁等待 看月亮爬上来 以刚刚的声F大调为例 所有在半音阶中 凡是不符合此调视音阶的音符 都会被量化到相近的调视音阶上去 在Start位置的图标表示的就是 将该音符自动修正到 最临近的调视音阶上去 例如C2、D2、E2、G2、A2、C3、D3、E3、G3的音符上 都标有这个符号 凡是这些音符都会被量化到 最相近的声F大调的音阶上去 这种按照调视音阶来对音符 进行自动修正的方法 有时也会出现量化误差 也就是Websteam并没有按照 我们的设定来移动音符到该音高位置 那么您就可以透过Start位置 来设置音符量化的归属 默认情况下 这里的音高移动标志是一个减号 它表示的是 所有在半音阶中 凡是不符合此调视音阶的音符 都会被量化到相近的调视音阶上去 鼠标点击这里 会出现第二种音高移动标志上 它表示着将网格对应的音符 向上移动到最临近的调视音阶上去 鼠标再次点击会出现第三种音高移动标志下 这个符号表示将该网格对应的音符向下移动到最临近的调视音阶上去 如果再次点击这里 则会出现第四种音高移动标志 插号 插号表示的是将该网格对应的音符进行旁通处理 也就是不做任何的音高移动 在自动修正时 您就可以使用这四种不同的音高移动方式来进行较为自由的音符音高的移动与修正 既可以在调视音阶量化的基础上进行 也可以在半音阶的基础上进行 这种自动修正的方式非常适合修正大量音符 按照调视音阶做量化处理并不是适合所有类型的声音 例如您当前编辑的是一个民族五声工调视 则找不到这个选项 那么您就可以点击这个Edit Scale按钮来对调视进行编辑 这时键盘会显示为一个八度 也就是十二平均半音的音高排列 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调视中音级的数量 例如设置为七声音级的称为七声音阶 设置为六声音级的称为六声音阶等等 也可以在这里设置各个音级之间的音分数量以决定其音高距离 方法是将鼠标放在键盘的数字区域 按住鼠标进行上下移动就可以更改该音级的音分数 具体民族调视的音阶设置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国的律制 除了以上介绍的自动修正方法之外 Vivstume还可以使用一个MIDI轨道 或外接MIDI键盘来触发音高的自动修正 这种修正模式主要是以MIDI音符的音高为修正标准的 设置方法也非常简单 首先激活键盘上方的Receive MIDI按钮 然后将MIDI轨道的输出设置为Tune 这样就可以用MIDI轨道来触发音高的自动修正 什么时候才会用到这种模式呢 例如我们在编曲的时候 通常会用一个MIDI旋律来代替人声演唱 那么当我们将人声录制完毕 就可以使用这个MIDI旋律来触发人声音高的自动修正 好 现在来试听一下人声的音高是否变得非常准确了呢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跌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路方的生命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就像穿新在无边的旷野 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我想要路方的生命 就像处立在彩虹之点 就像穿新在最长的星河 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您将学习到使用各种工具来对音符进行手动修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